试字第777号解释 所谓无过失肇事,误解与厘清 在立法院修正刑法第185条之三 加重对酒驾雷犯智人死伤的刑罚时 大法官也针对刑法第185条之四 做出试字第777号解释,并宣告危险 到底此条法规出了什么问题呢? 本文是由东吴法律硕士 并且通过律师考试的陈介冲老师所撰写 试字第777号解释 应该是近年来最热门的刑法类大法官解释了 这号解释基于法律明确性原则 认为肇事逃逸罪肇事 并不包括无过失的引发车祸 想必大多数读者也知道这点 然而究竟什么是无过失肇事 以陈介冲老师在补习班的教学经验来看 往往有许多同学搞清楚状况 进而出现了有无过失各自表述的状况 因此以下先来考考各位 下面三个实例中 哪个才是大法官解释要处理的无过失肇事 A. 假深夜驾车返家 行经扑面品质不佳 且没有路灯的道路 一路十分颠簸 假在驾车时因自己的疏忽而撞上了穿黑衣的小孩椅 然因路面坑洞颠簸的关系 假竟完全不知道自己撞到人 直到隔天一早警察登门拜访 假才知道闯祸 B. 假深夜疲劳驾车返家 在彼此的道路上竟然睡着 车子渐渐往右偏 直接撞上了停放在路旁的乙车 撞击瞬间假也立刻惊醒 当下假以为只有造成乙的车损 因此心虚直接驾车跑走 然而假在撞击乙车时 乙车因撞击被推挤到人行道上 正好也撞倒了造成丙轻伤 C. 酒驾又超速的机车骑士乙 竟完全没发觉红灯 直接从右后方撞上了 正在平等红灯的假车 乙也倒地受伤 假被撞后下车查看 应赶时间 且认为乙自己酒驾活该 又想着自己的车友保全线 无庸于乙争争论赔偿事宜 故直接驾车驶离现场 正确答案是C. 不知道各位选对了吗 如果你选对了 那下面的论述你就可以速速浏览过咯 而若您选错了 务必看清楚下面的论述哦 那法官在解释文中提到 有关造势部分 可能于义所及之范围 包括因驾驶人之故意或过失 或因驾驶人之故意或过失 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过失 所知之事故 请注意这段话在讲的是 肇事逃逸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肇事的解释 而与本罪主观要件无关 也就是说 本号解释在争执的是 本罪的客观要件肇事 要如何解释的问题 而不是在争执本罪的主观要件 无论如何 本罪的主观要件都是故意 也就是行为人要知道 自己出车祸了 进而逃逸 这是没有疑问的 案例A毫无争议 假客观向因过失而肇事 并致人受伤 该当本罪客观要件 然而主观向假对于 自己肇事毫不知悉 且因本罪不乏过失犯 因此假不成立肇事逃逸罪 这跟试制第777号解释无关 接着案例B中 假虽然客观构成要件一样改当 然而与案例A不同的是 本罪的假知道自己肇事了 却不知道这场车祸 还造成了入人受伤 那么本案的假是否成立本罪 这就牵涉到了智能史商 这个要素究竟为构成要件要素 或客观处罚条件 这个老争议了 主流的学说与食物见解均采取 构成要件要素说 进而假一样欠阴欠缺故意 而不成立本罪 这同样也跟试制第777号解释无关 最后案例C当中 车祸的发生显然假病无任何过错 这真是所谓的无过失肇事 原本食物的主流见解都认为 无过失肇事也算是本罪的肇事 然而在试制第777号解释之后 假便不能成立肇事逃逸罪了 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件事 大法官并不是认为刑法处罚 无过失肇事后逃逸这件事情 不正当而违宪 而是基于明确性原则认为 肇事的文艺不应该包含无过失的引发事故 进而认为这部分违宪 所以若将来立法者将 无过失肇事的要件写清楚了 还是可以处罚 无过失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分享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拜拜